本節目由何蓮家電贊助播出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聚寶格頻道 我是阿倫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這次台南RL大賽之前的賽前閒聊啦 那這支影片很榮幸邀請到 土龍戰隊的閒選手來跟我們一起聊 大家好我是品閒 你們可以叫我閒就好了 那麼閒選手 這次的RL大賽啊 主流牌組裡面有一套應該是 無用自已的牌組 就是洛奇亞跟夢幻 確實這兩套牌組現在是上位率 肯定是T0等級 那我們先從洛奇亞牌組開始 最基本的洛奇亞牌組啊 大家打手一定會帶到的三本柱 就是我們的AR雷弓嘛 然後AR歪鳥跟光輝噴火 那除了這三本之外啊 你覺得有哪些是值得注意的打手可以掛進去的嗎 我覺得現在洛奇亞打手 除非放到雷弓還有歪鳥之外 我看也很多人會去投入柱神 他會先用歪鳥去搶呂剛龍的一個三獎 然後他會用這個雪道加柱王 再去搶一個三獎 對 因為現在呂剛龍通常是會攜帶到那個大洋傘 所以會有一隻呂剛龍沒有辦法用歪鳥氣拳 那柱神的攻擊力對上VMAX的時候可以加到300點 加上強力無能量只要兩顆就可以達成340點 超過呂剛龍血量這個攻擊 對 沒錯 但是我發現其實要在洛奇亞的牌組裡面投入一到兩張雪道 其實自己也會卡到自己的特性 因為他有VSTAR也是有開特性 確實在開出VSTAR之前不太能夠主動天下雪道 最近就參加大小小的比賽 我發現其實大家會開始把雪道這張牌改成取消香水 就直接針對吳剛龍海景 因為他針對的東西很多 他也可以針對大奶罐 洛奇亞本來就很好打這些東西 因為他小人打手是夠多的 但是取消香水呢 會比較不會像雪道這麼卡 因為有可能卡到自己的雪道好處是 因為如果你看完VSTAR的話你可以自己壓 你可以壓下去 而且他能夠防住的東西比較多 畢竟香水是不能防什麼霓虹雨叉制服這類的東西 對 沒錯 但是香水可能會比較靈活一點啦 好 所以說雪道這個部分現在已經不是必帶的選項 那除了這個呂剛龍應對的打手就是鑄神之外 還有一張牌我是覺得之前日本環境被想出來的時候非常特別 就是龍王鞋V 那隻可以麻痺囉 不是狂野風格那隻 那你對這隻可以用來麻痺龍王鞋有什麼看法 麻痺龍王鞋不是說要打鋁剛王嗎 不只打鋁剛王 是洛奇亞帶到這張牌 不論是打內戰或打其他牌組的時候 打內戰或打其他牌組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危害爪是一開始日本尚未在投放的構築啊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開始投放的不是只有危害爪 從一開始的洛奇亞大家不會放晃位到現在大家會去投入一兩張晃位 就像是阿倫一開始就有放晃位嗎 對 我一開始是就有放膠鐵的 但是那個是因為我帶電軸比較需要換雷公上去的 對啊 可是就是其他人不是電軸 如果是那種很傳統的歪鳥雷公軸的話 他們其實不會帶到晃位 對 他們都寧可拔人車 對 拔人車 因為他們鐵能速度很快 所以他們可以用拔的 而且那些打手都是一兩顆 甚至是歪鳥有潛行二能量 他可以 對對對對 然後洛奇亞可以拔一顆雙鞋就可以走了 所以他們不會帶到 但是自從那個危害爪上位之後 開始很多人都會去帶一到兩張的化位 甚至兩張的養鳥人 他也是用魚可以輕鬆就可以 直接霓虹魚養鳥人 對 然後他還可以這樣洗回去 再抓一次 對 就現在的環境沒有像一開始 就是這麼怕那個危害爪 對 就是這張牌他的針對線已經沒有那麼強 大家開始有防禦手段這樣 不然這樣真的掉一個輪次這樣真的會輸 掉了輪次的時候太傷了 特別在內戰的時候 你還會在自己的回合被毒死 然後再拖一隻對面繼續麻痺 除了洛奇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張單卡就是 長毛狗 因為長毛狗我覺得打小人牌 算很強嗎 但是我覺得他打小人牌只有打 放逐小人會比較強 對 因為放逐小人 比較沒有一拳可以收掉長毛狗的手段 如果咬到兩隻花 甚至咬到一個 其實輪次就會掉很多了 對 因為小人牌就是用一獎 有一獎慢慢換 但是你是掉兩獎 輪次就有可能會稍微跟不上 不過主要是要盡量有六七十血的目標 給長毛狗咬的牌組才會比較好打 對 沒錯 但是 如果你今天 小人牌好了 你對著要洛奇咬 不知道對手會不會放AR雷弓 所以你一定會拍馬那飛 對 所以基本會有一個七十血的目標 對 基本上會有一個七十血目標可以給你咬 但是 對手通常都是 他不可能一開始就站出來咬你 除非開局戰 他已經等到後面 像兩獎的時候 他才會去咬你 就是去打最後一拳這樣 對 可是他很飢餓的是如果他開局戰的話 會玩的人都會想先把那隻狗處理掉 不管是LTB 還是小索羅 他們看到一定會想先處理那個長毛狗 唯一不會處理他他會助手 反正他沒差 對 他沒差 因為你咬不死他 唯一小人牌就是助手不怕 其實其他小人牌 都還是有可能被強獎 對對對 好 那聊完洛奇亞牌組之後 再來就是 夢幻這套牌在最近的環境裡面也被特別加強了 第一張就是要聊到的 森林豐富士 你覺得這張牌對 夢幻的強化程度有這麼高嗎 我覺得其實很強 他可以穩定自己的鋪場 其實夢幻就是以穩定跟 很快可以打出很高的爆發 就是後攻可以200 200多就可以 210、230、240 看你彈都幾顆 對對對 你瑞士智像這種大賽 RL 瑞士智這麼多場 11輪 你不可能每一把都很順 一定會卡到 一定會偶爾卡個一兩把 對 但是 你石板可以幫你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你如果今天很卡 你石板貼下去 你開個Vista 拿個VIP 你的場就好了 對 再加兩張再過 對 就是不會像以前那樣很卡 然後 就只有站一隻蓋落 然後就 抽一張換你 對 換對手 因為我VIP基本上是可以動起來的 他這張卡的牆又強在 不會被穴道跟瓦斯壓 對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環境大家 多少都會有一些干涼手段的 有時候他其實可以 後攻打完210前 他先蓋個穴道 然後貼個石板 然後再換對手 那像回合他如果想要 處理到這張穴道的話 自己石板再抓個什麼 放浮石壓一壓 又可以再抽一輪 對 沒錯 我也是這樣想的 就覺得很強 石板很強 好 那你就是 夢幻如果是那些 刮一些奇奇怪怪的種 像什麼瓦斯夢幻或者是 那個化石翼龍夢幻這種 你覺得有料嗎 因為看到日本那邊有人是這樣打什麼 化石翼龍夢幻版 化石翼龍你說掛一個 一大一小嗎 對 就是目標 直接先走二回上去 先讓對手的洛奇亞 沒得做事這樣 我覺得其實夢幻 打到洛奇亞其實沒有到 大家想像中那麼好打 如果是今天 隊友先攻只有站一隻洛奇亞 然後你後攻210 他帶了很好打 但如果今天隊友是 站了前後兩隻洛奇亞 你先攻一手把鳥丟下去 但我覺得你還是 其實沒有到很好打 因為基本上你只有一隻鳥可以 一隻洛奇亞可以拿兩槳 但後面都是用小人來跟你換 其實你真的好像還真的換不太 但是你投入了化石翼龍 不需要甜點 你只要先攻那個東西 站在場上 然後換對手 對手做還是換你 你只要開到VSTAR 我猜洛奇亞整把應該也是 差不多可以投降 他整把都動不了 對吧 確實 化石翼龍那個 封鎖對方 特性的效果太強了 對然後重點是如果卡沒有一個很即時的打手 所以你想殺死一個 270幾個化石翼龍 好像也不是 這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會認為說化石翼龍這個 外掛的人是可以考慮攜帶的 是可以考慮攜帶 但是我覺得 RL這種大比賽的話 就是牌組越純粹越好 就是越精簡你的構組 不要帶太多複雜的東西 對就越精簡 但是你要帶好像也不是不行 如果卡一次進去的話 卡一個大或是卡一個小 就比較尷尬 就很激動 沒有但這樣就會回到你原本的夢幻公主 反正他卡定去你公主也變蠢 對啊確實 確實 那也是這樣講也可以 那除了這兩套 就是現在T0主流之外 最近的小人牌的部分 其實也有不少牌是表現很好 那有一套牌 我被這個旁邊的閒選手直接打爆了 叫小索羅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這套 我覺得這套牌 其實一開始就有人在玩 就是很一開始的時候 剛出來就有在幻影變化 對可是那時候的版本是 沒有沙力大 那個是解草貴婦單 然後那時候 代理志願者是博士嘛 但我覺得博士圈也是 有時候你手上太多東西了 就有三四顆能量 而且手牌也很爛 想丟又不能丟 對但是你一定能發博士 他打到後面就可能 就缺一拳這樣 對對對 但是而且以前的索羅也沒有很強的電信打手 我記得 可以一拳打師 對以前沒有太好的進化目標這樣 對 可是現在新出了一個雷秋 我們開過Vistar之後140 然後乘二280 對大家看好可以打 現在最強的組的洛西亞 對 他也可以打帕洛西亞 對 我想講的是其實 雷秋是一個點 但是我覺得 真的讓索羅變強 有可能是沙力娜 你的丟牌的選項會比較穩定 不用說把能量怎麼噴掉這樣 對而且我可以選擇我自己要丟幾張 然後他抽起來的時候 他也可以當老大用 可是很多人可能會想說 一切由希加納 那就是我可以丟兩張抽對手 抬面數量 可是有時候手上如果兩張牌只能丟一張 另外一張一定不能丟 可能是吊桿什麼之類的 最後一顆能量不能再丟了 對不能再丟 但是沙力娜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沙力娜他的抽牌數量沒有 不一定比較多 對不一定比較多 但是一定比較好 加上他其實除了雷秋以外 打落起來了還有蜂蜜龍 直接看廠商特能數量 對還有蘋果龍 就是看特性 特性數量的話打夢幻是不是比較優勢 其實打這兩種牌的話 基本上目標都是拿4獎 最後會用那個 單一殼的時候 單一殼的時候直接拿獎勵 對直接拿獎勵 所以目標其實都是4獎 但是我覺得打洛奇跟打夢幻 我覺得夢幻會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其實小索爾場地不會投入到很多 有可能1有可能2 就像我只放1而已 純粹壓放逐4而已 但是他有的夢幻放2到3也放逐4 他如果全擊壓下來的話 等於說我的每一個打手都只能打一次 或者是我的索羅會被他的精神支跳 他會洗回去然後打死我的小索羅 我的小索羅會進去放回去 就不能叫班回來繼續玩 對對對 這樣就會變成說 其實打夢幻沒有那麼好打 然後加上 一開始的洛奇是不會放到土龍的 所以我覺得 他們沒有放土龍 然後他們不管打什麼對局 要大量填人 就一定要開Vistar 對 那等於說我的雷秋是 只要1顆無能量 我就可以 殺了2獎 對就可以殺了2獎 然後重點是 他魚會落電 他落起來會落電 他失誤帶來落電 等於說他幾乎整副牌 副牌的雷秋 對 然後歪鳥也是110而已 也是進140的打電裡面 而且歪鳥在這隊局面 並沒有特別大的優勢 因為你都只有一獎 就等於是兩邊小索羅會抗而已 對然後 我打落巧 我可以 有兩回合送他2獎沒關係 因為我目標就是拿你4獎 就算被長毛狗咬到也沒有這麼怕 可是 通常長毛狗都自然的出來 所以 現在 如果放長毛狗 我會覺得很難打 因為長毛狗會在 他剩兩獎的時候出來咬掉你的馬大飛 這樣你會直接被跳過閃耀黃昏的那個 拿獎益牌 少輪刺 因為他不會剩一獎 對他會直接拿走那兩獎 所以我覺得 他比其他小人牌的時候 他可以讓輪刺更多 容錯性更大了 對 其他的敵人就是自己啊 我覺得 有時候玩很卡 起手起來看到一堆進化型加一隻小索羅 出事了 然後加上小索羅其實也不好處理 現在很強的是那個LTB 放阻軸 對因為 你也沒辦法進閃耀黃昏的那個 人是 對因為他已經會夠有點鋪 鋪到最後剩下兩獎 然後一次兩隻手 對 而且他 後攻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先搶母牌 對 他後攻一手順就是直接 古願鳥上來先敲110 其實現在 大家都想搶先攻 放阻小人 應該會搶後攻 他後攻的抽力比較強 然後又可以先開始打人 那時候小索羅就很傷 就一定要被戳110 其實也沒那麼好打 好的那既然弦選手剛才聊到了LTB這套牌 我們再講一下 現在的放阻小人牌 大部分就是 古願鳥 然後勾魂眼 加上最後的打手 光輝噴火 那你對這套牌的 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兩三回合就可以看個 15到20張白鋪 這牌真的很強 他後攻他可以打一個110 而且是 完全不需要任何能量 到了中期 會有勾魂眼 去鋪你場 然後到最後你可能頂一隻很大隻的 他可能最後跳一隻 噴火龍 光輝噴一拳送 貼個頭戴280 他有一套自己的就是勝利的方程式這樣 對 大部分牌組沒有辦法去阻止這件事情發生 對 就有點像自己跟自己在玩遊戲 對著牆壁打板 反正我們只要準時 阿克羅馬四張敲你 下個回合 十張勾魂眼點你 再給一次下個回合 噴火龍打 遊戲結束 也有可能他 你講一卡針2跟1的時候 他用噴火龍洗回去 就是可以連續中兩拳 對他有掉桿的情況下就是 噴火龍打完遲掉了 馬上再跳回來 再來一拳 打一噴火龍只有一獎而已 250點傷害居然只有一獎 太誇張 對然後加淘汰所有的VSAR都會死 在沒有減傷的情況下 VSAR一定會死 對 太難打 好 聊完以上的主流牌組之後 再來要聊一些 用來反制這些主流的反主流牌組 那最近有一套牌是 日本跟歐美那邊 都有人在打的 就是我們的電柱砲蟲 專門鎖物平原套牌 先選手你覺得這套電柱砲蟲有料嗎 有料嗎 有沒有料 他都在兩次貼拿過兩隻冠軍 我記得 也是咱們的河管組 也一幹兩場 但是真的厲害 我覺得電柱砲蟲 針對到洛奇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很真的跟夢幻老實說 但是 你覺得夢幻那邊比較不怕物品干擾這樣 比起洛奇跟其他的牌 我覺得夢幻沒有到那麼的 位居 他先手如果有抽完撲完 就算你後手一開始鎖 他都還有打的空間 你先攻對手看到你把告一球丟掉 然後抓出一個大夢幻 其實他不能拿你怎樣 因為砲蟲的後手是一定要開美容的 對你要美容加手田能量才會夠 對他能鎖得到你 那如果今天他開馬力的話 那你不用怕被鎖 而且夢幻那邊如果拿到牽手 還有一個最大的優勢是 手牌夠順的情況下 石板先貼之後不開 這樣等於下個回合會有一個 Vista拿任意牌的機會 炮蟲那邊來說他的封鎖意義就沒那麼大 通常會直接繞過炮蟲 直接拿 可能是愛你的電柱 可能是愛你的魚 對而且炮蟲那邊如果有帶披風的話 也沒有那麼好一選出力 不如先從那些工具人開始打 炮蟲貼的斗篷會到260 但是如果你被鎖你又不能打糖果 如果是我的話我肯定是殺後面的難講 炮蟲先放著 之後再去考慮 炮蟲其實打到小輪牌 就是我剛剛講的小索羅 跟LTB 不管是哪一個軸 我都覺得其實 好像真的很難打 尤其是LTB 他說50吧 再加電柱剛好可以殺死你的環 然後你的那個 古月鳥又弱電 如果他有加到電柱 電一下就沒了 他就算瓦硬還會鎖你 他只要鎖到你 其實你LTB很難打 對你的放逐也很難 在當下馬上到10張 除非是什麼後手衣就天吳兄放個五六張 這樣才有機會 就算你真的放逐好了 你用公園眼上去點傷 把你的公園眼打死 再鎖一次物品 你就沒有公園眼了 因為你不能發物品 吊桿門什麼你都不能發 下個回合你鎖化完之後 也不能用交替推車 唯一的機會就是把你的撤退第二隻鎖化 但這樣你撤退過後的話 也不能換上打手再去發動動問題 我之前有人說什麼他可以頓狗 上個回合我可以先貼個能量 然後對手所有的50把我的花殺死 我推頓狗 然後手填七八納 但就算這樣只能打220 還是打不死炮蟲 因為他有斗篷 對他高距有斗篷 目前你的手上還要有得手填 你還要有得七八納 然後在索努 你下一拳就不是打220 你下一拳就是打100 就算真的你打死了 他第二隻會等你 對一定會有第二隻炮蟲上去 對所以其實LTB真的很難處理 就放話小索羅啦 其實小索羅被鎖到基本上也是去了 因為小索羅基本上都是用球在做事 高級球 球、熊江啊 甚至帶到阿球去抓球 對阿 但是被鎖到基本上就輸了 而且其實他 他後手鎖到人的機率 其實跟夢幻220差不多 因為他只要 忍蛙丟個水能 然後魚拿美龍 然後填給泡蟲 抽牌只要抽到能量傳送 然後或抽到石板 或是抽到能量 甚至他還有告訴電能量多抽兩張的機會 對還有靠賽補丁嘛 對靠賽 你只要被他鎖到第一下 後續的運作就幾乎都斷打 所以炮蟲其實是在打到 洛奇亞小人牌都還算好打 夢幻可能沒有撞他炮蟲 但這件事情其實炮蟲沒有辦法處理 他只要願意去帶狂野風格龍王鞋就好 對因為還剩下一張狂野風格 對甚至變態一點的有人帶兩張 就是就算對面被秒殺之後上第二隻夢幻 我都可以再抓一次 就變成打夢幻就是不做炮蟲 可能炮蟲那邊自己也知道 他打夢幻有沒有手到優勢都不夠大 那他帶兩隻龍王鞋肯定就是會有優勢 對沒錯 然後因為他也不怕你的放途師啊 對 反正我帶兩隻啊 你放一隻我就帶上第二隻 其他東西就沒差 對你隨便下 反正我也打不死 好那除了這套就是打小人牌 比較優勢的電柱炮蟲之外 還有一套是我覺得打夢幻跟打露西亞 都很強的反主流牌組 就是我們的鋁鋼鋼鋼鋼鋼鋼 鋁鋼鋼喔 我覺得鋁鋼鋼鋼他特性真的很強 就是當特能 但是我覺得他做出來的速度有點太慢了 我說因為傳統的阿爾鋁鋼 還是得先那邊Vistar玩 然後看能不能聽到一集馬仕德 或者是下國人才能進化繼續做下去這樣 對我舉個例子講好了 今天你先攻 先攻最順的開語就是阿爾有一顆能量嘛 對然後後面再一隻鋁鋼吧 一到兩隻 或是第二隻用馬仕德去叫 然後換對手 那弱奇亞就沒差就丟鳥 然後遇到夢幻 如果他真的做出來後手220的話 那假如你今天場面是阿爾 然後鋁鋼鋼龍 那你這個阿爾死掉 你這個另一隻上去 你會沒有能量 對你下一個不能去進化 就只能堵他做不出來 對所以你覺得說就算先手順順 打到夢幻眼還不夠用事 對因為夢幻還是會投放到一張喇叭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222 會直接跳過你的鋁鋼龍 而且鋁鋼龍其實他打兩拳很遠的意思 他可以用130加一顆糖 然後下一回合再用130加個糖加個腰帶 對兩次的無視附加效果 我們還是有機會棄出鋁鋼龍 對然後如果卡難打是我覺得 現在大家開始說投放無視障 一開始講了雪道 對前面講雪道夾鑄神 對還有歪鳥加放毒器 就算鋁鋼龍這邊願意投入大洋傘 除非你兩張都有辦法填到大洋傘 加對手沒有放毒 吸塵器可以處理你 還有機會扛下 對因為通常就是 阿爾就是開完VSTAR天上有能量 然後死掉我們會推鋁鋼龍上去 他如果有吸塵器他會直接做歪鳥 放成大洋傘然後直接把你棄絕 對然後你下一次鋁鋼龍如果上去 能量填好的話打死 那就有可能這一局就有可能贏了 但是有兩個原因你會輸就是 第一個你能量還沒填好 你上去你沒辦法馬上去殺死那個歪鳥 然後又沒有大洋傘 對他會再細絕你 不然就是你今天做好了鋁鋼龍加天能 再加大洋傘 但如果今天的那個對手是有投入鑄王 或是投入雪道 他只要有兩張雪道是確保可以擊殺你 對一張的話就是看你的場地能不能反手壓他 對然後他如果有雪道的話 然後你有助王 那基本上他就是拿你兩個三輕鬆拿 而且在鋁鋼龍加那邊他輪次其實是領先的 所以他就算這兩張沒有抽到 他也可以先送一些一獎的小打頭給你 然後去慢慢把這兩張累積上來之後 一拳滿氣 對啊他可以送的什麼馬大飛啊 什麼小字 或什麼AR如果打出來就上去送你也沒差 對 所以現在有的人會可以投放到 兩到三張大洋傘 就是頭戴跟大洋傘都不要了 我就賭你我鋁鋼龍天好兩傘 然後賭你沒有助王 賭你沒有可以過過我的東西 或者是鋁鋒龍只能殺一隻 另外一隻他不會死 對那我就鋁鋼龍一直擔中他 通常鋁鋼龍是一個訓練場 三個一吉他 但我有看到的是一個訓練場 三個放逐式的鋁鋼龍 狂帶放逐式的鋁鋼龍 他就是想要打哪些東西 他想要打LTP 他想要打鋁鋼龍 因為鋁神其實很好打鋁鋼龍 因為鋁神會帶到四張雪道 對他那邊一定是每一拳都壓雪道幹 對所以他打不過他就乾脆 我就不要放一吉他了 我就不要抽綠了 我就放放逐式 我壓放逐式你清了都要算 但是如果你真的短時間內清不掉的話 我會一張一張把你的怪全部都放 對而且鋁神那邊 通常單一種類的 就是炎柱或冰柱或鋁柱 你掉個兩張左右就很危險 對 大部分只會帶二或三 好那我們聊完了這些反主流牌組之後 再來是有幾張比較值得關注的單卡 第一張前面有聊過 現在很多牌組都會投放的是大洋傘 你覺得這張大洋傘是單純為了 仿現代的歪鳥環境才放的嗎 先選手 其實就是啊 因為很久以前的鋁鋼龍 是會放到那個腰帶的 或是大護符去撐他的血量 但是其實老實講放在腰帶 你250跟220都是要打兩拳 那你放大護符就加了血量其實也還好 那你不如去放大洋傘 因為大洋傘他可以擋 除了氣絕以外 就像我剛剛講到洛奇亞 他那個龍打130也會麻痺 但如果你有貼大洋傘的話 一樣可以擋住 那你覺得大洋傘除了對抗歪鳥之外 在打仗族小人這邊 是有一定優勢的嗎 如果是鋁鋼龍身上都有大洋傘的話 那他的勾魂眼到了中後期 沒辦法點指示物算是蠻虧的 變成說你要用古月娘再戳110 但是鋁鋼龍有可能一個上要 等於說你上一拳就是白灰了 對 那除了鋁鋼龍之外 像夢幻或洛奇亞 有需要去投入到大洋傘這張牌嗎 其實我覺得 是不用太到去投入耶 因為 洛奇亞就是比誰的鳥先做出來 誰比較順 因為其實內戰也很少會用到 歪鳥吧 能量需求太大了 也是用其他小打草去一換一嘛 然後我覺得夢幻 其實不是大洋傘 因為夢幻比較偏快速222拿 他比較需要進攻 所以比較需要腰帶 他需要一些進攻類 而不是防守類的物 他需要糖果啊 腰帶那種可以快速拿222的 對才可以主動去搶一下比賽這樣 再來我想講到的是 就是日本尚未開始有龍王蝎 就是打中毒加麻痺的 因為那時候大家放 範圍放比較少 然後現在大家開始會投入的範圍 我覺得有三張 第一張是離洞神 第二張是養鳥人 第三張還有就是比較少人會放 但是我自己有方法就是那個 長袖和服少女 因為如果我打大牌的話 我看到你下一隻歪鳥 我一定會想前略過你所有東西 我的目標就是那隻歪鳥 我可不可以手上有老大 馬上把它拒絕掉 但是如果今天我有那張和服少女 我可以讓牠在牌庫裡面待著 等需要的時候直接換上來 對 因為牠可以接一個換位 就是可能今天麻痺我的 若琪啊 我可以直接開那個 然後讓彎鳥出來換上來 天人直接棄絕 瞬間爆發手段 對手沒有辦法防住 雖然大家都說什麼彎鳥 可以摳在手上 然後說什麼 我要用的時候我要下 可能有時候你真的要把牌丟掉 就你可能要搏式要插制服什麼 你一定有想多抽一張 或是要把那些東西全搏下去 或者是你剛好想要做的時候 手上不一定有球 對 所以等於說你那隻歪鳥一定要先下 等下你要先下 後果就是 有被先抓出去的風險 對 其實如果我是夢後 我一定會殺那隻隻歪鳥 我一定不可能讓牠站在那裡 畢竟掉 不可能讓牠上來殺我才掉 對 畢竟掉一個三獎很虧 所以變成和服少女就是一個突擊手段了 把你的打手保護在牌豬裡面 那畢竄神的部分其實是因為最近啊 有套算是很復古的牌組 又重複有在場 就是我們的無極瓦斯 因為無極本來牠就沒有VSTAR可以開嘛 所以等於說其實這一次的石板 除了有buff到現在T1的夢幻 對 還有稍微buff到一點無極 因為牠可以先攻鋪好場之後 石板貼給不管是插制服還是無極 然後開VSTAR 直接拿高高奈希 把牠的瓦斯彈第一回合先走 變成鬆彈瓦斯去封鎖對手特性 那這時候如果你手上有的是SW或是沒有換位 就很尷尬 養鳥人什麼 因為你換不了對面的位 對 你要嘛就給老大去把牠的瓦斯換下去 然後你的抽牌就只剩X字符 要嘛就是如果願意去投入這張離動神 有機會直接逼退之後 還可以去用支援者抽率等等 對 沒錯 然後有時候對手可能 很常後面都是兩獎很怪 就是什麼X字符啊 然後火焰鳥啊 無極啊 你的離動神你有可能 很快就可以先把這兩獎搶下來 對 所以說這個環境可以考慮一下 投入一點離動神去防下對面的 各種奇怪干擾手段 最後張養鳥人其實前面也有介紹過 就是環境裡面為了應對那種麻痺龍王蝦啊 就是換不了位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是有待避後面牌組 那養鳥人肯定也是值得投入一張牌 因為魚他在落起來牌組裡面也可以當打手 所以很常大家都是用魚打完之後要躲回去 比如說你前期有個人物可以罰 你後期又可以抓老大 或是養鳥人後期再用也可以 就是確保魚可以用兩次 我覺得這是洛奇阿 牌組很強的地方 對 養鳥人會讓你的整套牌組更有彈性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接下來就是台南RL大賽了 希望我跟旁邊的先選手 都可以獲得好成績阿 好 加油 那在收看這個影片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區留言 我會盡量回答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